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各位大家下午好 好 首先我先跟大家這邊做個簡單的調查 就是在座這邊 各位已經是社會人士 已經出社會工作人員舉手了 我知道了 OK 謝謝大家 那個剛剛沒有舉手 看一下這些人 他們可能都是你們未來的榜樣 然後現在你是大三大四的會舉手 讓我知道了 好 大三大四的 這是人生一個非常抉擇的階段 OK 謝謝 那大一大二呢 甚至是大一以下的 勇敢的舉手 勇敢的舉手 大家各位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這句話是澳美前董事長 白崇亮先生 他在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勇於真實 他裡面的書是寫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念台大機械系 他到大三大四的時候 對 學長 他非常的迷惘 因為在那個年代所有的人都 知道理工科非常的受歡迎 所以一窩蜂的他的同學 所有人都在考 所謂的機械鎖 電機鎖 等等這一類 二類組工科的研究所 可是他非常迷惘 因為他從大學的時候 不斷的再參與 各式各樣的社團 就像我們在座各位一樣 可以參加類似這樣的活動 舉辦一些不同的活動演講啊 所以他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發現自己的一個人格特質 就是他很喜歡跟人互動 所以他那時候就很掙扎 因為所有的人 包含他的親朋好友都鼓勵他 你繼續往上面 往上面就對了 未來一片光明 可是他那時候就在他的那個日記上面 寫下這一句話 他告訴自己一個沒有自我的人 不知不覺會成為他不想成為的人 所以他毅然決然決定 他去考了政大細研所 他開啟了他後續不斷往他的就是 廣告業這一段路 那我是在我大三的那一年的 9月16號開學前一天晚上 我坐在電腦桌前面 因為我看完了這本書 然後我當下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 因為我以前大一到大三的時候 我是念名團大學生物科技系 我怎麼進去科系的呢 是因為我當初指考的時候 我們以前還有指考 然後現在有嗎 那代表我們距離還是很近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坐在電腦桌前面在思考 我到底念這個科系要幹嘛 因為我當初進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家考生物 結果他考了我說 科目裡面最高分 我原本念二類 但我不是念三類 我沒有念生物 但是我考之後 他竟然考了89分 大家知道有倒扣 還考89分 算是很厲害對不對 然後我家走路到明川大學 大概只要五分鐘 所以我就添了一個志願 叫做明川大學生物科技系 第一志願就上了 一蘭絕蘭就這樣念了三兩公分 可是我當下就是一直都不斷的 也是一樣參與很多 基本上學校裡面的課業 只要有過 其他時間就是我 跟我其他玩樂的時間 可是到了很迷惘 開學那天的時候 我覺得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寫下了20頁的我等 叫做轉系計畫書 因為我查了很多資料 我發現我學校有一個科系很特別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他們 他們都要穿過那個翻山越嶺 走到學校另外一端 然後窩窩在那個角落 他們叫做心理系 他們叫諮商與工商心理系 我剛剛這個系很特別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我覺得我應該 就是要去那個科系 所以我當下寫了20頁的計畫書 對不對 我隔天早上開學的時候 我沒有去文系上 我去敲心理系系主任的本 我跟他說我要轉系 我要到歸系來 然後我就跟他聊了一個早上 聊完之後 他也認同 他也支持我 可是學校規定要到下個學期 才能轉系 那怎麼辦 我跑回去念 我原本生物科技系的班老師 跟系主任 我就坐下來說 我要轉系 這是我的轉系計畫書 然後我要說 現在我知道我要轉系 但我要求我要幾件事情 我要把所有系上的課退光 我要去求心理系的課 如果你是我的老師 你會怎麼想 這個學生有問題 這個學生平常大三 都一年了 還要畢業了 還轉系 還有事 沒錯 我真的很有事 所以我寫信給校長 我寫信給校長 寫信給學務長 寫信給教務長 然後我的計畫書寄給他 我告訴他說 一個沒有字 我等不知不覺有字 所以 當下我們學校 就開了一個全校聯合輔導會議 找了兩邊的系主任 兩邊的系的老師教授 讓我開會 所以我成為校長 第一個 我的名義上 學生證上 全部掛生物科技系 但是呢 我的所有課 只有班會 要回到原本的行課 就是原本的班上上課以外 其他都求心理系的課 然後我很開心 我可以大一道大師研究所的課 我都可以亂修 還可以超修 求有三十學分 對 就這樣 開啟了我人生的 另外一個階段的步 所以我大學變了六年 但是我不後悔 因為我畢業之後 我當兵 當兵的時候 當時的司令部來 選人 他要找一個叫做新府官 然後全部的人 四百多個人裡面 有一百多個去選 可是全部一百多個 只有我一個心理系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說 哇 這根本就是為我的設計 然後就去考試 然後去念試 然後就很開心順利的就錄取 所以我就在軍中的時候 不斷的去經歷我 每天就是在心訓單位 然後去帶著阿兵哥去看醫生 去看精神科醫生 剛前面有那個會結會 對 他有提到在職能治療師 跟精神科醫師的那段經歷 我當時是就直接帶著阿兵哥 去精神科病院裡面 他坐在病床上面 我睡在糖椅上 因為我要當看護 待了三個月 走在精神科 還記得世界棒球經典賽 對韓國的那場戰衣 不是在裡面跟一群病友一起加油的 對 這一段經歷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 到了我要去年退伍的時候 去年我七月退伍 所以這是我第一份工作 到我三月我怎麼找一份工作 我到三月的時候 就在帶阿兵哥去轉診的對面 龍潭的巴林師 因為對面有一家 叫做憤怒鳥的網咖 我在裡面打我的履歷跟自傳 打完之後寄出去 在當兵的時間 我就跟我的哥這間公司 約時間面試 然後來來回回去了六次 為什麼去六四其中有三次 我知道公司有研討會 有活動 我打電話去說 我想要去當免費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就去 我就幫他們報到 幫他們像今天在座有很多人 幫忙拍照 很多人報到 對 他們都讓我去 去了之後 後續他們覺得說 這個學生不錯 後來就錄取了 原因是因為 我為什麼很喜歡這間公司 帶有回應跟大家介紹 這間公司 在我大四的時候 練心理器的時候 我的老闆 現在的老闆 讓我請上來演講 分享 我們有一份課叫做EAP 員工協助方案 我們公司在做什麼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一間管庫公司 但我們在做的事情 有一點點像是 企業裡面的諮商中心 簡單來說 你們學校都有輔導室 對吧 什麼樣的人會去輔導室 大家可能會 就是會有想法說 一定有問題的人才要去 各位 我必須在那邊鄭重強調 不是有問題的人才要去 那些有問題是 因為我們認為他有問題 所以從今天開始我期待 各位可以把這個標籤撕掉 在國外去看心理治療 去看精神科醫師 去看任何的一些諮詢 診斷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你只是希望 讓自己變得更好 OK 那這是 就是我簡單帶過 這是我們的客戶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大公司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這些問題是什麼 我們從小教育 剛剛前面有提到 被細分對吧 所以可能念了科技 念了電機 最後你可能就到某一間科技場 然後呢 就不斷的在裡面當工程師 可是這一路走來 彷彿有一個聲音在問你 到底我的人生要什麼 我到底未來要幹嘛 我到底以後 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可是以往的教育告訴我們 就是往上面 然後念到最好 找一個好工作 有好的福利 進到大公司 人家要用 就這樣 可是這很可惜 陸陸續續 我覺得很開心 是我來到招點這個地方 之後發現 哇 有一群這樣的人 開始為自己的 未來在做努力 他可能不見得 或是他曾經在這些地方 歷練過 他聰明的去覺醒 他跳出來了 他思考說 我應該真的為我自己 未來做點什麼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員工協助方案 我簡單快速帶過 員工協助方案幾時 他就是為人解決 個人會影響工作表現的議題 很大對不對 所以他包含可能你的健康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甚至你出車禍 這些問題 我們公司就是有 比如心理師 律師 醫師等等 這些各式各樣的顧問 當員工有問題 他只要一通電話 打電話進來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有個案管理師 屬於他所有情緒上 當下的問題 還要必須被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運用很多心理 社工 以及專業上的技巧 去協助他 幫他安排 適合他的顧問 OK 那EAP 你們可能很少人聽過這個產業 但是你們可以去Google 全世界五百強的企業裡面 百分之八十五都有這個服務 為什麼 因為他對一個人的生涯發展 他對他在公司領域 他所有遇到的問題 假設你今天 你跟你的家庭出了一些狀況 財務糾紛 這些事情 你會公開在公司上同仁知道嗎 不一定 可是他會不會印象你的工作表現 會吧 一直懸在那裡 可是你需要別人協助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 其實這個服務 他是來自於美國 他原本是協助那些幫 原本有毒癮 煙癮 酒癮的人 他去協助他 然後讓他回復他原本工作表現 因為你不可以隨便FIRE他 這是老金卡 或是一些法律上的保障 他們有他們工作權 他們其實不是工作能力的問題 但是他們其他地方出的問題 影響到他們工作 所以這些環節上 我們就必須要去解決 OK 那我這邊就快速的帶過 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 心理影響身體健康 心理影響思考 認知與決策能力 我必須在這邊強調一件事情 我不是要說心理是多偉大 而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做起 有時候可能忙忙碌碌 然後回到家 或者是你在這麼多人群當中 今天假設這個地方你離開了 回到你的房間你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特質會產生這種狀況 叫做你會 好像歡樂快樂之後 會有一點寂寞感 空虛感 可能有些人會有這種狀態 那這些情緒是怎麼來的 其實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期待的是 這件事情必須要好好去面對它 你不要去逃避 因為這件事情 只有你自己跟你自己相處的時候 你才會最真實的面對你自己 那我談的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這麼多的很成功 看似很棒的公司裡面的員工 中高階主管 他們其實不是工作上的問題 不是能力上的問題 而是面對自己的問題 所以不管今天我們在談未來 你要做什麼工作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首先要面對的是你自己 OK 那這邊我有提到就是我們的服務 就是透過一個人面對 我們有一些客戶是他們在選員工 然後進來做教育訓練 他要留人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套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可能第一線我們會教育他們的員工跟主管 怎麼去發現可能有一些有狀況的員工 因為很多的主管可能是科技類型出身的 他們不見得會有這種敏感度 不見得能夠去協助 發現他可能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們要去教育他 包含老闆也要去教育他 所以我們其實在後段做這些事情 以往可能所謂的當老師都是等電話進來 才解決他 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回到第一線 在他還沒有發現問題 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要告訴他 你遇到的時候可以怎麼做 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OK 所以我後續其實還有很多 大家會好奇 到底企業員工會有什麼問題 職場 第一個 你們各位在座 可能大家會面臨到 未來人生 發展的 家庭啊 親子等等 這些問題包含職場性騷擾 可能很多大公司 甚至有一些憂鬱症自殺這些情況 你平常不會聽到在報章查 除非他爆得很大 最常聽到叫做台北捷運公司 因為他是大廠交換工具 有人握鬼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都在罵說 怎麼常握鬼 握鬼 握鬼是怎樣 可是你知道其實台北捷運公司的 這方面的專業 是台灣目前屬一屬二的 大家都在罵他 可是你知道嗎 他們在做這種心理 後續當有人握鬼 有人看到 有人之前北捷事件 他們後續放了一連串的 處理的那個program 包含一些工作坊 後續安心團體 北捷做得很好 但是媒體會有很多負面的引導 讓大家很多人情紅紅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你們看到很多內容的表面 可是背後其實 它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值得我們學習 OK 時間快不夠了 我覺得我要跳到最後面 我原本其實中間有帶了很多 可能可以跟大家談說 你真的怎麼去辨識 有問題的人 或怎麼樣跟他談 那我這邊其實想跟大家談的是 住人是需要智慧 有時候我們會去幫助別人的時候 其實是在滿足自己 我今天去捐了錢 你是真的動機只是覺得 我想幫助那個人 還是我今天捐這個錢 是在某程度是說 我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可能PO在臉書上拍張照片 然後大家看到我之後 就說我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這個背後的動機是不一樣 回歸到那個根本的 那最後我覺得期許各位啊 就是做一個一致的自己 因為你允許自己做自己 你允許別人做他自己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你開始很自在的 這些回過頭來你會覺得說 其實除非你同意沒有一個人 能夠讓你覺得很愛人意見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也不管你現在大一大二大三大聲 你在哪裡 甚至沒有實行 沒有任何經驗 從現在開始 開始累積 一切都來得及 最後送給大家 最近我很喜歡那一句話 學最好的別人 做最好的自己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覺得Johnny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 從他大學時期敢做 學校破例為他做的 這麼一件事情而言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他是非常勇敢的人 而且我覺得他 之所以能夠這麼勇敢 是因為他認識自己 他永遠去面對自己說 可能之後想做的事情 或是他自己真的心裡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他去追求他去成立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 從這個方向去選擇 那如果以後對於可能 可能現在在座各位 有些朋友可能已經在工作 或是你對於未來 可能工作有些疑問 或是你覺得心裡有問題的話 待會也可以找我們 希望你去跟他做聊聊 那接下來是我們 最後一位講者 他是Tiger 我們請到這位 去賺的 我們今天來看 講到幾年 一畫小說的 給你一畫小說的